的一個內容的一個介紹這樣 我就不知道大家昨天中秋節過得還OK嗎 應該大一同學 特別是住北部的同學第一次 應該這樣應該沒有特別跑回去吧 可能是在就留在高雄 就是跟同學啊 還是跟學長 學姐學妹學弟 應該還沒有學弟學妹 就一起烤肉吧 蠻特別的一個經驗這樣 就是希望高雄 不會讓你們覺得太太太冷漠這樣子 然後有些同學會覺得高雄好像很落後啊 還是什麼這樣子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還是蠻有熱情的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中秋節都過得開心 雖然只有一個一定的假期 但接下來馬上又是一個四天的一個雙十連假 應該對大一同學這樣 如果覺得離家太遠或是不太習慣的話 接下來有四天連假可以讓大家再好好休息一下這樣子 剛好今天我們要上的一個課程其實也還負擔還不會太重這樣子 大概就是我覺得大概到期中考之後大家才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程式學起來有點複雜了這樣子 今天的講義是第二份講義這樣 雖然看起來有七十幾頁 就大家拿到的那個PDF檔 就是說上面可能看起來有七十幾頁 但實際上那裡面需要特別解釋的內容並沒有太多 並沒有太多這樣子 那就是有一些東西比較容易理解的 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這一份講義的重點是要開始讓大家寫 也許是你人生中的第一個程式這樣子 我看好像有同學已經寫過 我剛剛看那個作業有同學說第三題其實是 只是要讓大家寫個怎麼解決的想法就好這樣 有同學連那個程式碼都已經寫完了這樣 真的蠻特別的這樣 我好像看大家加入Facebook那個Facebook的背景介紹 好像有些同學是加入程式設計社團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中 似乎高中有這樣的一個社團 你有學過的話應該是還蠻不錯的這樣 這樣子你在這門課應該就可以 往那個比較深的方式去學這樣子 所以就是第一個作業裡面 就是已經有收到就是大家交過來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大家寫的程式好像蠻多是偏向APP 那個程式的一個方面這樣 比較像物聯網 就是把很多東西都連在網路上 像是有那個智慧家庭 我看好說好多同學都寫著APP 所以實際上這個也是這門課學完之後 你接下來可以再做的一個事情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拿去開發一個物聯網的系統 譬如說你可以做類似自己家裡的智慧掃地機器人 或是智慧電冰箱 智慧咖啡機等等的 就是看大家問題上寫什麼這樣 這邊剛好就呼應這些同學所寫的 就是說在可能前面幾個單元交完之後 如果大家對於譬如說怎麼樣子把做一個 物聯網的系統怎麼樣把感測器的資料抓進來做一些判斷 有興趣的話 我一門研究所的一個課程 雖然是開研究所 但實際上只要你會寫程式都還蠻OK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可能是針對個別的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些感測器讓大家使用看看 然後你可以實際把這個課程學到的程式 用在那邊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物聯網系統 譬如說你可以做一個可以偵測下雨的 譬如說你下雨想要讓它自動關窗戶等等的這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後面幾堂課任何時間你都跟我講這樣 那我可以把那個感測器 跟一些開發用的電路板借給你用 然後跟你講你要怎麼樣子做實用這樣子 所以那個不是這一門課的主要的內容 就是說如果大家你寫出來的問題 那個是你真的想要在這個學期能夠去知道一下 所以怎麼樣把程式跟感測器 然後把它搭配起來做一個物聯網系統的話 那這個大家可以再跟我講這樣子 好 在開始上課之前 有一個消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消息就是可能大家沒有特別看到 因為它是寫在電機系的網頁上面的 然後這個對象來講 主要是針對電機系的大學部的同學 還有機電系 不過我看我們修課學生好像是沒有機電系的同學這樣 所以就是各位電機系的大學部的一個同學 有一個獎學金的一個部分這樣 然後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我想大家應該不會去特別去看網頁吧 雖然Facebook在電機系的那個系學會的那邊也有這樣子 但是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知道這樣 所以我還是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消息這樣 之所以要特別再跟大家講 是因為這個獎學金是我負責在用的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電機系或機電系的大學部的同學的話 這個有一個清函獎助學金 大概機電跟電機各兩名這樣 每名是一萬塊這樣 申請的時間是每個學期都有一次 11月跟4月 這邊雖然名字這樣看起來是清函 那主要的用意是 如果你覺得你在大學這個就是就學期間 想要有些獎學金減輕家裡的經濟壓力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看要不要申請這個獎學金 這獎學金需要付一些就是你 你為什麼需要這個獎金的證明 也就是說是清函證明 注意一下就是這個清函證明不一定需要用到市政府 或者是就是縣政府的清函證明這樣 你甚至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你就是找里長拿那個清函證明也OK這樣子 你們知道里長可以拿清函證明嗎 那你們知道里長平常都在幹嘛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可以拿清函證明這樣 不然里長 對啊反正你有空可以去里長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需要清函證明里長是可以拿的這樣 我是覺得這個機會蠻難得的 因為這是第一次我們跟這間鋼鐵廠 這是高雄第二大間的一個鋼鐵廠 他願意就是提供獎助學金給我們的學生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這個有一個申請的時間 要是沒記住應該是10月 就這個月的時候 請大家再把相關的一些表格寄給我這樣 名額有限但錢也蠻多的一個學期有一次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其實這間公司還蠻希望說 就是跟我們系上能夠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有另外一個 除了剛剛那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獎學金也讓大家知道一下這樣 這個叫助學金 剛剛那個叫清函獎學金 助學金是這樣子 雖然大家可能會看到它是個傳統的鋼鐵廠 可是實際上它裡面也需要很多寫程式 來幫他們做一些自動化 這個助學金的辦法是這樣子 它就是提供你 它幫你把四學年的學雜費全部都幫你出 就如果你大意就申請的話 四學年的學雜費它都幫你出 除此之外 每個月還給你三千塊 寒暑價都有這樣 不過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天底下怎麼會有那麼好康的事情 沒事就幫你出學雜費 還給你生活費這樣 實際上它是希望說 譬如說你覺得電機器練完 你不想要去高科技業這麼 辛苦的工作的話 那他們雖然是傳統產業 但是它開出來的薪資是蠻好的 據他們所說 只要你大學畢業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大學畢業進去之後 說經過一年的培訓之後 起薪年薪就有一百 就有一百這樣 大學畢業年薪就有一百這樣 這個是比較在科技業 比較沒看過的一個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是福利的部分 它有一個義務這樣子 就是說需要寒暑價去他們那邊實習 然後如果你是大意就申請 拿到這個獎學金 你領幾年的獎學金 你到時候畢業之後 就要去他們那邊服務幾年這樣子 這個條件雖然聽起來是 你會覺得好像有被綁住 但是大家可以換個角度想想 就是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申請到這個獎學金 你大學畢業就有工作了 就有工作了這樣 只是可能我想大家很猶疑的點是 你電機器啊 或者是相關的科系念完 是不是要去 就是這個叫協勝法的公司 這鋼鐵公司來做服 做工作這樣子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也許大家之後可以想想看 這個之後我會再有一個推廣的說明會 就是你可以想想看說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念到研究所 如果大學畢業薪水就不錯 然後他們說大概是五點下班 就是早久晚午 是真的下午五點 不是凌晨五點這樣子 下午五點 讓大家知道一下 剛好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推廣一下這樣子 怕大家不知道這個訊息 你知道這個訊息 如果你沒興趣那也沒關係這樣子 有興趣的同學 第一個我剛剛有清涵講助學經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其實要開始講第二份講義這樣 不過我就是因為第一份講義 跟第二份講義是有銜接的 所以我稍微複習一下 第一份講義的一些重點 讓大家可以跟第二份講義做銜接這樣 有點像是前情提要這樣子 就大家在看一些戲劇的時候這樣子 所以在第一份講義裡面 其實我們有提到幾個重點這樣子 就是說第一個 電腦是什麼這樣子 就電腦這一邊的部分 電腦我們說有這五個組成的一個元件這樣 你可能有一些輸入輸出的 輸入就是大家之後要寫程式 然後要輸入一些資料 就要從這一邊這樣 你把程式寫好之後 它會載入到這個電腦裡面的記憶體這樣 所以所有的資料都存在這裡這樣 你寫程式怎麼執行 就透過這個CPU這樣子 這個CPU這樣 所以稍微複習一下 執行完之後 它會更改這個記憶體的內容數值 然後就輸出出來 所以不管你現在要做什麼應用 看電影啊 打電動啊 你可能都要鍵盤輸入一些東西 這個CPU就會去記憶體 抓一些資料出來做運算 所以這個是跟今天會交到的內容有關的 你要寫你的這個程式其實是非常 概念上還蠻簡單的 它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跟這個電腦講 你到底要處理什麼資料 然後它就是記憶體把它找出來 接下來做運算 所以今天大家會學到 有哪一些運算是可以用的這樣 做完運算之後再把它扔回去 然後輸出出來 基本上一個程式就是這三個主題這樣 你怎麼接收你要的一個資料 或者是找到你要的資料 然後做什麼樣的處理在這個裡面 做一些運算 運算完之後你要怎麼把它輸出出來 所以今天大家待會第二份講義 你只要把握這三個重點 待會在講義上也會標出來給大家看 寫程式就是這三個東西 你弄清楚之後 它其實就蠻簡單的 所以這待會再跟大家多做說明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說 這個東西以前電腦非常大台 現在技術半導體非常進步這樣 做得最好的台積電 台積電最近消息是 它董事長要退休了 就是八十幾歲要退休了這樣子 接下來要讓它的 反正有兩個人要來幫它繼續用這樣 有的人說這樣可能是大好大壞 張忠謀退休之後 台積電是不是還是可以這麼好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大家最快也要四年 六年後 六年後你才會再去看看台積電那時候的一個情形這樣 我是認對大一的同學來說 如果是大三大四 那你可能可以再關注一下這樣 所以總之這個電腦現在做得非常小 上次剛剛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過說 現在是晶片可以做得非常小 小到跟一個鼻子一樣這樣 今天把那個晶片帶給大家看 那因為人事有點過多 我可能沒有辦法傳閱這樣子 等一下大家有興趣來前面看這樣子 我也要證明我說的是真的 我請前面 這跟魔術師一樣 我沒有跟他們套好招 就是 請前面第一排的同學幫我看一下 這個裡面有一個晶片 那你覺得那個晶片在哪裡這樣子 好來 你覺得晶片在哪裡 那...那裡是什麼 可以描述一下嗎 那...那它長得怎麼樣 黑點...黑點...好 有看到嗎 有 後面同學如果眼力好一點 有看到嗎 中間那個黑點 有沒有像鼻子...比鼻子還要小這樣 有興趣待會下課可以來前面看 這個黑點裡面大概有... 大概有八千多個電晶體 八千多個電晶體 這電晶體之後大家就會學到 你可能現在覺得這個名詞很炫 哇...電晶體...電晶體 電晶系要學電晶體怎麼做 這樣子 然後你大二真的學到電晶體之後 你會對它有非常不一樣的觀感這樣子 不過我...因為我沒有... 我的專長沒有辦法教大家 就是電晶體相關的 所以...那個就...之後你就會遇到更多的老師 來跟你講電晶體該怎麼做這樣 怎麼用電晶體做出這個東西這樣 實際上這個是還沒有封裝前的 就是一顆小小的... 這大概是... 點18的製程...180奈米 180奈米這樣 通常大家... 看到的IC不是長那樣子的 是長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通常大家看到IC 那剛剛那個黑點在哪裡咧? 好...再找一個通... 在哪裡? 有看得到嗎? 就剛剛你... 中間不是看到一個小黑點嗎? 你覺得這個...它在這裡的哪裡? 對對對...中間有一個黑色... 中間有一個黑色... 如果...如果它真的像彼此一樣小 它是裝在電腦裡 那你的電腦不就跟奈米一樣 也是很小嗎? 然後它需要這些其他的角位這樣子 這個我剛剛上次有跟大家提過 做這樣一顆大概7、8萬吧 這樣7、8萬這樣子 就是...之後大家會有機會做的 到你大三大四 如果你那時候還對電晶體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這個這樣子 有興趣等一下要下課來找我這樣子 好...所以前面這第一個 大家要先了解說 第一個複習一下 程式在電腦裡面怎麼運作的 就是阿總共這五個單元這樣 如果這個考試有考出來的話 大家要知道 電腦的基本組成是這樣子 有記憶體、有處理的、有輸入、有輸出這樣 今天我要連結的主要是 後面講到的這個 也就是大家作業上有寫過的這個這樣子 就是從今天這個單元開始 我們就要來真的寫 開始教大家怎麼寫程式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教寫程式其實我比較想要讓大家知道 重要的事情是 你一開始需要先知道你想要怎麼解決 你要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 重心是放在說 一個問題給你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分析這個問題 然後知道它到底要什麼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前三個還是 我覺得學程式設計來說最重要的 針對那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 你要怎麼分析出來這個問題要什麼這樣 然後它到底輸入跟輸出是什麼 做一些分析 然後你要什麼方法來解決那個問題 也就是大家第一個作業所寫的 所以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作業我們在批改上面 主要是會看大家 媒體要的東西 你有沒有出現文不對題的情況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只要要的東西你都寫出來 基本上你就會拿到分數了 拿到滿分這樣子 除非譬如說我們說請大家描述問題 然後你那個描述的非常簡略 或看不出來那是個問題 那你那一題分數就會比較低這樣 至於那個解法能不能解得出來 以及解得好不好 那個就不是這次評分的重點 這個不會看 這個是之後再做一些作業 或是期末的專題 大家要寫那個時候 才會需要知道的一個部分 所以雖然我等一下要教的是 開始教程式 但是其實待會兒 你會看到我用的開頭 還是以一個問題來做開頭 來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問題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對它做分析 跟設計怎麼解決它 接下來你三個都會之後 接下來每一個課都會跟大家講 那第四點這個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實現這樣子 大家回去會有一些作業 你就可以做一些測試驗證這樣 第六點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之後自己開發出來的程式 你還想要做更新啊 或者是想要做更好的應用 或者是譬如說拿給同學 說這是我開發的第一版 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自己拿去 再開發第二版第三版這樣子 那你可以做一些維護這樣子 所以問題是什麼這樣子 這個寫作業有讓大家試做 也就是算練習一下這樣 就是我們要給大家問題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分析 知道分析它要什麼輸入 這問題需要什麼輸入 要什麼輸出 輸入跟輸出之間有什麼關係 把這個找出來這樣子 然後設計方法的時候你可以 所以上次有提到就是叫做各個擊破 你把它拆解成各個步驟 這樣子就可以這樣 所以重點是那些步驟 你能不能想得出來 所以上次有讓大家就是 看過一個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長這樣子 這個code今天就會貫穿 整個講義的一個內容這樣 這個就是很單純 它就是希望說把 因理轉成公理這樣 你怎麼寫一個程式 我輸入 它的輸入是因理 然後它就幫你計算 然後就輸出公理 我看到好像有同學 是要把這個東西 用在說數位系統 大一數位系統 課程的一些寫作業上面 它已經似乎已經把 反正寫作業需要的那些 音鋪奧鋪公司都寫好了 然後以後就電腦打一打 再出來答案就算完了 所以就寫完了 這樣還蠻輕鬆寫意的 如果你真的做出來 你要確定 驗證是很重要的 程式幫你跑完了 雖然你睡覺的時候 它幫你跑出來 但是出來萬一是錯的 你還是零分這樣子 所以注意一下 這個我覺得就蠻好的一個應用 你課堂上 或是生活上 你覺得什麼東西 用程式幫你做 可以幫你省下大量的時間 你可以試著去做這樣 所以分析上面來看 輸入因理、輸出公理 它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子 所以通常最困難的是 中間這一步 你把因鋪跟奧鋪找出來之後 到底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有時候這個是最簡單的 就一個步驟就做完 後面我們會看到比較複雜 你可能會需要好幾個步驟 所以這邊等同於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你的邏輯思考能力 給你這個input 然後你也知道output是什麼 但是你怎麼把input 串到output去這樣 就很像大家在打電動 你明知道到了一個迷宮 出口就是在那裡 但是你怎麼樣都走不出去 或者是你刻意不想走出去 你只是想要去找 找一些寶物還是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待會我會用來貫穿就是 今天這一份講義的程式碼這樣子 我還是需要先提醒大家 它的背後是要解決那個 因理轉公理的一個問題 這個程式碼只是把那個想法 實現出來的一個成果而已 重點是那個過程這樣 所以今天待會就會學到 這個東西到底每一個部分在寫什麼 然後以後如果你要寫一個程式的話 該怎麼做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要來開始講 就是第二份講義的部分了這樣子 所以注意一下就是 待會有些東西我會講比較快 那些東西我會標出來 在課本的第幾頁 那回去大家看一下那裡面 詳細的內容大家回去看 我會講觀念給大家聽 詳細的內容課本寫很多這樣子 就是大家如果順便練習一下英文的部分 我想大家可能會覺得最困難的是英文 不過反正就把它當科幻小說 如果可以的話這樣子 不過重點就是說 你在課堂上先聽我講一遍重要的地方 回去再看你可能會希望能夠讓大家比較看得懂 他到底那一段要寫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一些我覺得重要的地方 講義上都會講這樣 可是我講的畢竟可能你聽過一遍 還不是那麼清楚 或者是我沒有講到最完整的一個部分 回家可以看一下課本 那另外就是說應該精明兩天就會把上次 上一堂課錄影的那個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複習第一個單元的部分 我剛剛有先稍微複習一下兩個重點這樣 就是說電腦怎麼運作的 程式怎麼運作的 跟一個問題給你 你要怎麼樣子來解決 詳細的部分 以後大家都可以看那個影片這樣 影片現在駐教很辛苦已經幫大家弄好了 他會放YouTube上 注意一下YouTube那個網址不是公開的 所以你要來這邊 或者是在社團裡面才看得到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想要複習一下 就去看那個YouTube的影片這樣 目前那個影片拍的方式還是這樣子 就是直接最後面那一台攝影機對著我這樣子 這個通常你們覺得 調查一下好了 這種影片你們打開之後 會看多久就會關掉這樣子 因為我最近在做另外一個教育部的計畫 只要拍課程影片 他就不是要這樣子拍 他為什麼不要這樣拍呢 他就發現 他主要是發現 問題來了這樣 問題來了 那樣子拍影片呢 放在網路上給同學看 從它打開到關掉 你覺得大概會多久這樣 你們覺得 你們多久就會把它關掉 內容 內容應該是蠻充實的 那就是假設充實好了 那你多久會 打開從打開到關掉 會多久 三小時 三小時 很好 非常謝謝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看完 這樣子 覺得多久 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內容 你會看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也還不錯 十分鐘 十分鐘 謝謝你 十分鐘 都會看完 五分鐘 五分鐘 大家已經越來越接近真正的答案 半小時 半小時 三分鐘 有沒有別的 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 好 很好 謝謝大家的回答 以後我會這樣走來走去 讓大家比較不會覺得好像沒有受到老師關注 首先先對於剛剛答題答出來 十分鐘 看十分鐘以上的同學感到非常大的謝意 實際上 人家調查就是 那樣子的影片拍出來 大概一分鐘就會關掉 一分鐘一點之後發現 唉唷 無聊 一個老師在上面講 然後就是講那種語調一出來 你就知道是上課 馬上就關掉 很像看那種公式那種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頻道會講那個什麼 教Excel 教Word 現在我們打開 Word的第一個標籤 您會看到一個新的檔案打開了 我覺得蠻特別的 所以那個效果其實是有限 比較是說 你已經聽過一遍再去做複習 你才會覺得有意義 如果是你第一次看 打開來聽到那個語調 一分鐘你就關掉 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之後 如果你上我的課程 應該之後會看到 有一些不是那樣子拍的 我們現在正在用一個攝影筒拍 像電視節目的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後製效果的 就是我 以後大家看到我在上面 這個不是靜態的 它會動 然後我說 這個很重要 然後就一個東西咻進來 然後就看那個綜藝節目 不是有一些音效嗎 然後一些跑來跑去的 然後 然後我可能還會翻轉 我看到那個助教 那個剪接影片 可能剪上癮了 這樣 他會把我人弄到翻轉 這樣 把我做一些特效這樣 所以 總之就是 那個影片 目前來講是 不喜用 如果你覺得要複習的話 可以用一下 好 開始講一下 這個單元 我要讓大家開始知道說 就是簡單的一個西程式 該怎麼樣子來寫這樣 重點還是用一個簡單的問題 做引導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問題可以這麼寫 這個後面有一個作業 我會讓大家試做一下 就是會把今天教到的重要內容 都串起來 在那個作業裡面 你可以複習一下 看你有沒有了解到 當然在講義當中 會有一些練習 會有一些線上的 那個卡戶的部分 所以待會兒會用到手機 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前面的文字上 都寫在上面 我就講快一點這樣 基本上來說 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一個程式 它的基本組成 有哪一些 如果你已經知道 那個問題 要怎麼解的情況下 你怎麼把一個 把它的程式給寫出來 所以這邊 待會大家就會看到了這樣子 所以文字上一些 比較詳細的 紅色都是重點 所以你之後要複習的時候 就記得 你看一下 你之後再看的時候 紅色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這樣 所以待會兒就會看到了這樣 所以 剛剛有提到一個 重點就是 程式就是三個部分組成 輸入、輸出 跟輸入、輸出之間 怎麼做轉換 就這三個東西這樣 所以待會兒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輸入該怎麼輸入、輸出、怎麼輸出 怎麼樣 哪一些做轉換這樣子 所以這邊 大概就是整個一個部分這樣子 一些詳細的東西 現在講 可能大家會沒感覺 所以我就待會兒再講 總之你就會看到 這兩頁的一個內容 就是這章節的重點 它是要讓大家知道 怎麼樣寫一個 基本的一個程式這樣子 好 最後這個章節 就是講義的最後有一個說 常見大家寫程式 會遇到什麼困難 在這個單元之後 如果你現在已經開始寫程式 你應該會有遇到一些困難這樣 如果沒有 這個單元講完之後 回去 你應該也會遇到一些困難 還有跟大家講 通常你就是程式寫完之後 按下執行的按鈕 為什麼出來總是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它有幾種錯誤這樣 在這邊會跟大家介紹這樣 不過這個講 課本內容寫比較詳細 我這一個單元其實只有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code出來 你們覺得這個程式會不會動這樣 會不會有問題這樣 待會大家可以看一下 詳細的答案在課本裡面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這個可以了解的話 你可能寫程式會比較順利一點 不過還是要注意一下 在前一份講義有一句話是蠻重要的 基本上 你不太可能第一次寫程式 一開始寫就會動 雖然外面的書都會是寫什麼 第一次寫C程式就上手 六個步驟完成一個C程式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書名嗎 或者Facebook現在都很喜歡這樣 人生當中的六個重要事情 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有數字這樣 好 接下來我開始從2.1節開始講 這個是我想可能把它標出來 大家再對照課本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前面這個歷史的介紹 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這樣 基本上它就是1972年所發明出來的 你要想像一下這個重點是 它1972年就發明出來的 到現在還有人用 所以這還蠻厲害的這樣 1972年這樣也 38 50幾年了 50幾年了這樣 然後是那時候是在這個貝爾實驗室這樣 ATMT 貝爾實驗室這個實驗室非常有名這樣 如果你之後 它現在不在了 它已經換不同的名字了這樣 不過還是有其他的研究中心 如果大家之後可能可以留學啊 可以去什麼 IBM的研究中心啊 微卵研究院啊等等 微卵研究院中國大陸好像在北京吧 這樣 這邊只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蠻久以前發明了 所以也許你現在 你之後 念完研究所就可以發明 或甚至大學 念完之後 你就可以發明一些東西 如果它真的有用 它其實是會影響到後面 譬如說50年 100年這樣 像電晶體也是 大概1976 1996多 就發明了 現在大家還是在用這樣 這七程式好的地方 是它跟英文很像這樣子 跟英文很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程式語言 要成功的一個重點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一頁呢 似乎是在大家講義的 可能是2.6還是2.7 就是一個程式的外觀 是長什麼樣組成 我覺得放在那邊講 好像大家會不容易知道它的重要性 而且倒過來講 就是先讓大家知道 寫一個西語言 到底裡面要有哪些東西 先讓大家知道 有這些東西 然後再針對這些東西 慢慢的解釋 可能大家聽起來 會比較容易接受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是寫在大家的 不知道是2.6還是2.7 一個標題是 一個程式的外觀吧 就是語言的部分 所以沒關係 你就是先看講義 就是講什麼這樣 回去再看那些 對照可本上的一些 詳細的文字 一個西語言的程式 最基本最基本的 就是兩個東西做組成 你只要這兩個東西寫得出來 那個程式基本上 會動的機率就滿高的 不會說你完全不會知道要怎麼寫這樣 第一個叫做前置處理 這樣子 前置處理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寫一個程式呢 你可能不會是所有東西都要自己寫 有些東西別人已經幫你寫好了 你就把它拿過來用就好 所以前置處理就等於是 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用這樣 這樣不是要滿美好的嗎 以後如果這門課寫程式 都有別人幫你寫好 你拿過來用 不是抄襲啊 我是說有些東西它已經幫你寫好 你就直接用就好 你不用從頭自己寫這樣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透過這個 第一個前置處理 一開始我們就需要先跟電腦說 等一下我要寫的這個程式呢 有部分是別人幫我寫好的 要讓他知道這個別人寫的程式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叫前置處理 也就是說在你的程式之前 現在要先讓電腦看得到 看得懂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叫主要程式 就這兩個 就程式 寫一個程式就這兩個搞懂 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前面等一下會交到最簡單的一個部分 這樣 你就照著仿照 所以這張你學完之後寫程式 最重要一個點就是你模仿一下 那我這邊是怎麼寫的 模仿寫出來 看看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 大家用的那個 西程式的編譯軟體 都會跟你講是什麼問題 這樣子 所以但主要的 就大家這邊先聽這樣 有一個在執行這個主要程式前 前置的這部分這樣 主要程式有哪一些呢 剛剛有提到 它就是把輸入抓進來 抓進來之後呢 它可能要存在一個地方 存在一個地方 叫做變數這樣 因為那個存的東西 會變來變去 譬如說你把英理的資訊存進來 你會對它做乘法 做一些運算 然後它值會變掉 所以它儲存的地方 我們都叫做變數這樣 變數之後 各位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變數要跟電腦說 這個變數呢 它的 它是整數啦 還是小數啦 或者是正數啦 還是負數啦 我們需要跟電腦講 這個動作叫做宣告 我待會兒會再看到 宣告好之後 鍵盤 我們的鍵盤 可能就會把數值 存到這個變數裡面 做一些運算 接下來輸出 所以這個就是 基本的程式這樣 這個如果你看得懂 或是之後弄懂之後 寫程式就蠻簡單 就是一個問題給你 你分析完之後 你就拿來做對照 它的用到的 可能別人已經開發好的 方式是什麼 主要程式裡面 它有哪些變數 它要做什麼運算 跟它怎麼輸出 輸出的時候 有一些格式需要處理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所以基本上 藍色框框這個 大家放在心裡 兩個 等一下這個主要程式 還會再分成三個 所以這樣子就完了 這樣子 好 讓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個要注意到 是C程式的副檔名 都是點C 所以這個你注意一下 副檔名 如果你是寫C++ 之後你可能有機會寫C++ 它就會是CPP 那時候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點CPP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主要的程式 現在還沒有要講 內容的部分 我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程式 就剛剛提到 英里轉公里 這程式的這一塊 就是剛剛前面看到的 前置處理器 這一個紅色 這一塊就是這一個 前置處理器 下面這整塊 就是那個主要的function 用來讓大家做一個範例 給大家看一下 的確一個程式寫出來 基本上就是兩塊 就是前置處理 跟中間 輸入 運算 輸出 我待會會再看到 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分這兩塊 好 接下來講一下前置處理 有哪一些東西 這樣子 等一下 雖然有點不早 不過我會停在一個適當的地方 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的重點 大家有沒有接收到 這樣子 前置處理器 主要就是要讓 就是跟電腦講說 我這個程式在執行之前 有沒有用到別人 已經開發好的程式 這個程式叫做韓式庫這樣 所以如果你去圖書館找書 你會找到很多希臘 或是希家家 別人已經寫好的程式 待會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會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第二個呢 是在編譯 就是在程式執行之前 它會前置處理 還有可能會去定義一些 有些常數這樣 常數的數值 譬如說 常見的常數是什麼 在你學習的生涯當中 有什麼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然後老師不斷的跟你講 它非常重要的這樣 還有拍嘛 3.14 我記得國小還會有人比說 到底誰可以背到最多位這樣子 我都只會背到3.1415926 後面好像 我就想要一個人嗆聲 我可以背20幾位 然後就想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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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現在的術語來說 我就跟他說 那不就好棒棒 對 所以背二幾位 所以你的大腦比我好 好 管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常數給你 寫程式的時候 你在某一行就寫個3.1415926 你覺得如果不是理工的人 看得懂那個是什麼嗎 這樣 或是不是沒有學過這個 圓周率的看得懂這個是什麼 可能會很難看得懂 因為它畢竟就是個數字而已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義 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所以通常在西程式裡面 會把常數用一個特殊的名字把它定義出來 譬如說這個就叫圓周率的係數等等的這樣 那這樣看程式的時候我就會知道這個東西叫做圓周率的係數 所以這個目的只有一個 讓你程式容易看得懂 好 容易看得懂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之後 譬如說這個學期的期末 我會請大家分組 你們會兩個人或三個人一起寫一個程式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到時候會怎麼分工這樣 譬如說一個程式你們已經切好了就是三塊 你寫第一塊 你寫第二塊 你寫第三塊 寫的時候都不會有問題 就是你寫完 你說你寫完 你說你寫完 總是還有一個人把這三個人接起來 對嗎 通常問題就是你說 三個人都說他寫完了 接起來就是不會動 那接下來是誰的問題 總是還有一個 總是會有發生問題的人 通常那問題會是什麼 就譬如說你弄一堆數字之後你看得懂 他看不懂你在寫什麼 整合起來就會有問題這樣子 找問題這件事 以後在公司是非常嚴肅的 如果剛剛這種情況出現 這三個人以後就會被關在一個小房間 關幾天不知道 但是問題 關到問題找出來為止這樣 所以你們三個人就會熬夜 熬個三天之類的這樣子 不過那是之後的事情這樣 在科技業最重要的問題發生 問在哪裡要找出來這樣 所以這個待會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有一個文字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是要讓你的程式容易看得懂的這樣子 好這個前置處理器呢 基本上就是這邊有個重點這樣 它會去修改這個西程式 因為你本來西程式是有用到別人的 跟有一些常數 為了要讓電腦看得懂 它需要做一個轉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種前置處理器都是用緊字號做開頭 緊字號這個是重點這樣子 例如說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緊字號 這個就是別人開發好的程式 這個是以後大家一定會用到的 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一定會用鍵盤輸入東西 然後把它輸出到螢幕上 那個輸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你輸入一個東西 程式會讀進去 為什麼電腦看得懂 可以電腦把你輸入這個字讀進去 它就是寫在這個韓式庫裡面 韓式庫通常都是叫點H 所以重點是這樣子 緊字號點H 如果這邊要呼叫到 就是要用到別人寫的程式的話 都是用這個include的這個命令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不用背 但是你之後會常常用到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你要用別人幫你寫好的韓式庫 要用這個緊字號include這樣 注意一下喔 這邊這樣子就好 第二個這個是這個常數的部分 譬如說如果你程式裡面 一直寫1.609 可能你的同學都不知道 你這個1.609到底在指什麼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用 譬如說一個大寫的文字 來代表這個數字 所以這樣大家在看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懂就是說 這個就是每英里是多少公里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在程式裡面 待會大家會看到 他用的運算都是用 他的寫法就是以這個來寫的這樣 但是電腦看不懂這個字 電腦看不懂這個字 所以他需要用一個叫Define的東西 讓電腦知道程式裡面 如果他看到這個文字 等同於就是1.609 所以我在講 算整理最後一次這樣 這個文字是寫程式我們看的 人看的電腦看不懂 他要轉成這個數字 電腦才看得懂 所以這個定義這個東西出來 是要讓我們看的 本來你不做這件事 程式還是可以運作 只不過可能人家會看不懂而已這樣 然後這個是Define這樣子 中文 這個單元大家就只要學這兩個就好了 不用太擔心 這個單元就只要學這兩個東西 程式就會寫完了 作業只需要這兩個東西就好了這樣 不用太擔心這樣 比較複雜的 就會在後面才跟大家講 後面幾個單元 學會include的學會Define這樣子就好了這樣 韓式庫有哪一些呢 基本上就是 什麼是韓式庫 就別人已經幫你寫好了 通常就是H開頭 這個叫做標準輸入輸出的一個韓式庫 標準STD就是Standard IO就是Input跟Output這樣 標準輸入輸出的韓式庫 通常就是用.h做結尾這樣 常數這一個東西 Constant就是常數 如果幫大家標一些中文 所以如果你在看你的課本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常數我們通常會把它標成一個特殊的文字 這個叫聚集這樣子 這個在Excel裡面你應該也會看過這樣 重點是這一句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讓你的code程式容易懂跟了解 你會發現以後你寫程式 很多時候是要跟別人合作的這樣 所以你自己要先 要讓不只是自己要看得懂 別人也要看得懂 所以我們會定義1.609叫這個名字 之後寫程式的時候 就都用這個名字來做運算 譬如說像這樣 公理就等於英理乘上這個 他們之間的係數 我就把它定義成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的時候 就很像在寫英文一樣 而不是一個1.609成脈 你可能不知道那個1.609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所以這點很重要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 讓大家恢復一下精神這樣 給大家一個問題這樣 我已經講完前置處理器了 後面沒有了 前置處理器就是那兩個而已這樣子 這樣 這句話是對還是錯的 同樣類似的問題 你可能在期中考啊 你可能在看到 這是這樣子寫的是不是對的 對的 你要注意到前後順序 到底是這個對應到這個 還是這個對應到這個 是誰要轉誰這樣子 這句話 對還是錯 可以翻前面的講義啊 或是課本沒關係這樣 這邊還沒有線 還沒有要搶答 等一下要搶答的時候 就比較緊張一點 這個是要讓大家思考一下 我已經講完前置處理器了 這句話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樣 給大家多一點時間想一想這樣子 你也不用想的太過困難這樣子 通常就是它對了就對了 我頂多會加一個這個 什麼Always之類的 它永遠是對的嗎 然後這樣你就會覺得 這個 這個 這是有陷阱的 一個東西怎麼會永遠都是對的 這個失誤沒有一定的道理這樣 大家覺得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句話是對還是錯 來問一下同學好了 來 你覺得 對的 好 有沒有什麼原因 還是就是反正看了前面的講義 它就是對的 很好 就是把那個數字定一個名字 所以以後看到它的名字就是那個數字 這樣嗎 好 覺得 對 好 很好 沒錯 有沒有誰要說錯的 我通常這樣問不是代表就是答案一定是對 你不用害怕說好像要跟老師做對 這樣子 不用太害怕這樣 有沒有誰覺得是錯的 好 很好 這題答案是對的沒錯這樣子 這個答案是錯這樣子 就是說就是 以後看到這個5呢 就是代表5的意思 你要注意到這個順序喔 如果你到時候 萬一你自己寫成4 寫成define5是5 define55 這樣可能就 你的程式就不會動了 就是說 叫程式看到5的時候 看到5的時候就把它換成5 但你的程式裡面就不會有 不會有5這個東西出現這樣 因為你這麼寫之後你之後的程式都會用這個5來做運算這樣 你就不會寫這個5了這樣 所以注意一下你可以自己提醒一下 雖然這樣子看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可是你自己寫的時候可能就會有問題這樣 所以這兩個順序是 它有順序性的 不是倒過來寫可以的這樣 5要用這個5來做取等 看到5的時候是5這樣子 所以要注意一下這樣 好 我們先給剛剛有所有回答的同學一個掌聲 好 所以 我想說可能這樣子 大家上課的氣氛會比較好這樣子 就會下去走走 順便 我剛好在前面走 走得酸了 站得酸了 我就出去走一走這樣子 剛有回答問題的同學 等一下下課來找我幫你分級一下這樣子 好 前置處理器講完了 接下來要講這個中間的main function的一個部分 不用太害怕 等一下也是分段講的 我先講簡單的一個部分這樣 接下來要講的是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就叫做main 為什麼它叫main呢? 你會看到它的開頭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int main void這樣 所以它一定是用 目前來講它都是用這個做開頭 先說明一下那個意思給大家聽這樣 int其實是整數的意思 integer 整數 這意思是什麼? 以後你看到一個function 你看到一個function 這個譬如說這個名字叫做main 這個就是所有的程式的一個最主體的一個部分 你一定會看到這個main這個東西 它前面的這個東西代表的是說 它這個程式做完之後 會不會回傳一個數值 如果會的話 它是回傳什麼樣的數值 譬如說這個int就代表 這個main做完之後 會回傳一個整數回去 回傳一個整數這樣 所以你先知道一下就好 不用等一下後面會再講這樣 那這邊還有一個要特別再講 刮弧 中間這個叫void這樣 function的後面 通常刮弧的意思是 代表的是這個function 有沒有需要接收什麼別人給它的輸入 接收輸入這樣 所以這樣子寫 void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程式呢 不用去接收別人給它的輸入這樣 void就是沒有的意思這樣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跟 等於是一個開頭啦 一個起手 是跟電腦講說 待會呢 我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它會回傳一個整數 就是這邊大家看到這個return0 0就代表這個程式是正確執行的 這樣子 它會把0給回去 所以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電腦會收到一個0的訊號這樣子 回傳 然後你這個在輸入的時候呢 你在執行程式的時候不用特地給它 額外的輸入 所以這個叫void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的意思 先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樣 所以所有的main function呢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開頭叫做main這樣 會變的就是前面這個integer 或是後面的這個void 現在大家就先暫時以這個為主這樣 就是說這個基本的程式它一定會回傳一個數值 通常是回傳0這樣 待會會再看到這樣 代表這個程式如果前面都執行正確 它就會執行這一行 所以會回傳一個0回去這樣 然後它不用給它一個輸入這樣 所以這是main function的開頭 開頭是這樣子 剛剛有提到那個return return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return就是交回去的意思這樣 也就是說你在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CPU是幫你執行的 電腦那個中央處理器 return的意思就是說 但這個程式執行完的時候 CPU把它的控制權還給作業系統 所以這邊要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有教到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是什麼 以後教大家 如果考試的時候問大家 作業系統是什麼 那大家會寫 如果考試的時候問大家 作業系統是什麼 大家會寫 聽懂了嗎 聽懂 好很好 作業系統就是控制 整個電腦的所有的資源的分配這樣子 你在CPU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資源是集中到中央處理器的 等你執行完的時候 你要還給作業系統 他才可以再去 譬如說你現在要打電動 如果沒有作業系統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中央處理器還蠻聰明的 在你要做作業的時候呢 資源全部都給那個 你要寫作業的程式 然後當你寫完作業之後呢 他也不想要讓你打電動 他就不還給他 你的電腦就會擋掉了這樣 所以程式執行完之後 需要把這個控制權還給作業系統 所以就透過這個return0 代表這個程式真正的結束了 好 那要return什麼數字呢 其實他是沒有強制規定的 通常都是0這樣 0就代表這個程式有正確的執行 沒有error 沒有錯誤這樣子 單純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 接下來我要開始講說 那man裡面這個主要的function裡面 會有哪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先讓大家看一下 開頭是這樣子 結尾是這樣 你回去就仿照一下這樣子寫 開頭一定是這樣 結尾一定是這樣 現在重點就是中間你要寫什麼 開頭是這樣子 結尾是這樣 中間你要寫什麼 接下來我要介紹那中間的東西 中間基本上就是三個東西 輸入輸出跟運算這樣子 輸入輸出跟運算 這三個東西組成 大致上你可以先看一下 輸入在這裡 運算在這裡 輸出 蠻有邏輯的 輸入進來 做運算 輸出出去 這待會兒會再看到這樣 好 所以在這個man function裡面 會有一些宣告這樣子 什麼叫做宣告呢 就是譬如說我要跟這個電腦講 我這個資料要放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注意一下 複習一下 所有的資料都會放在電腦的記憶體裡面 你只要要儲存就會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都是講這個記憶體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把東西抓進來之後要存在哪裡 我需要跟電腦講 這個東西存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我要用一個名字去代表這個位置這樣 有點像是 記憶體的每個位置都有一個名字這樣 像大家每個人都有一個名字 這樣我才可以叫出來說 這個同學或是誰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岳伯勳 所以以後如果我聽到伯勳 你就會知道我在叫你 別人聽到伯勳 不會知道我要叫他這樣 所以每個待會兒大家會看到 然後每個記憶體儲存的地方都有個名字 這樣子你寫程式的時候 電腦才知道你到底在指誰這樣子 這個意思 這個叫宣告 所以你剛剛就做了一個宣告的動作這樣子 你跟我講你叫岳伯勳 所以我就譬如說我是電腦 你是程式 以後我就知道我如果要存取你 聽起來怪怪的 我如果要存取你 人的術語是叫啦 電腦都叫存取 你自己看課本都叫ASSES這樣 我ASSES你感覺我好像利用你那種感覺 怪怪的 我要叫你的時候 我就會叫你博勳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宣告這樣 待會看到這樣 他要跟電腦講 MemorySale的名字 名字這樣子 Compiler 我記得說也要複習一下 編譯器 編譯器是把你寫程式 轉換成電腦看得懂的二進位的語言這樣 好所以這邊 程式裡面 就Main function 簡單來說呢 剛剛有說輸入輸出跟運算 輸入就是一種宣告這樣子 宣告完之後 他就會開始儲存 運算跟輸出 這個就叫做可以執行的描述 這些描述都會轉成二進位的機器碼 機器碼就是二進位 電腦看得懂 注意一下他寫程式的時候 有分電腦看得懂跟我們看得懂 電腦看得懂是0101 我們看得懂就是西語言 接下來我要講就是一些跟宣告有關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有一些名字 就是宣告有關的就是名字 我接下來要講的是名字的問題這樣 名字 有些名字是你可以隨便取的 有一些是你不能隨便取的 它叫保留字這樣 譬如說你爸爸在幫你取名字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名字是絕對不能取的 我們有沒有什麼習俗是你取名字 絕對不能取那個名字 不過有人 你可不可以取你阿公的名字這樣 跟你阿公一模一樣的名字好像不行對不對 如果以前在戒嚴時代你可能 你如果生長在北韓 你可能不能叫做金正日這樣子 這樣你就是褻瀆他這樣子 可能意思是這樣 就是意思是這樣 保留字這樣 保留字 保留字 保留字是你在取 你之後用到的 記憶體的位置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取這個名字的這樣 保留字 它都是小寫的 它一定是小寫 譬如說這個returning的return 就是一個保留字 所以你之後不可以把一個 這個機體的位置叫return 這樣CPU會混淆 你會把它弄瘋掉這樣 它根本不知道return到底是 你到底要指什麼 它指的 它唯一的意思就是在這裡這樣 就是回傳一個0這樣 注意一下另外一個重點這樣 你看一下那個程式喔 大部分的描述後面都會接個分號 當作是結尾 不是句號啊 你千萬不要寫句點喔 寫句點它不會動 分號 分號是結尾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這邊 剛剛講到這個 每一個 除了這前面的int 覺得上面的這些東西之外 只要進到man裡面 每一個結尾都是分號 真正的結尾啦 等一下這個會跟大家講 這個豆點只是 它一次要宣告兩個東西這樣 真正的結尾都會是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這樣子 這些其他的東西 待會再跟大家講 好 保留字不能取這樣子 保留字一定是小寫的 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保留字這樣 通常它就是那些 剛剛提到的韓式庫 標準的韓式庫 通常是他們在用的 所以你不能取它的名字 因為它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這邊有一個觀念要跟大家講 其實七層式是大小寫 有分的一個語言 return的小寫是保留字 換句話說呢 大寫 如果你寫個全部都是大寫的return 它就不是保留字 但是我建議大家不要這麼做 你不要為了一定要取個return 然後就把它變大寫 你這樣自己都會搞混掉這樣子 你還不只把你自己弄混 你還把你的隊友弄瘋掉這樣 最後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也許最麻煩就是 你可能跟你的隊友打架這樣 你幹嘛要這樣子寫啊 然後再配一個問號語給他這樣子 對啊 就是這樣不好 保留字就讓它是保留字 雖然它都是小寫的 而且西語言是一個大小寫有分的 你寫小寫return跟大寫return 它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子做 標準的一些識別字 命令 比如說像這個printf 這是專門用來應訊息用的 這個printf你也不能拿來做 取別的名字這樣 這個也是標準的這樣 這種命令 雖然有一些方式你可以改變它的意義 這個叫redefine 這個有興趣大家可以再去查查看 通常printf就是專門用來說 跟電腦講 加印這個訊息出來 你要叫它做這件事就是輸入這個東西這樣 它就看得懂 你有可能可以改變printf對它來講的意義 但是建議不要 因為這樣你還是會把程式弄得非常混雜 就是它本來是什麼意義就留給它就好了 我們用別的方式去取名就好 有很多名字可以取的 不用執著於叫printf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做這個意思這樣 雖然我們提到的這個printf 然後後面看到幾個標準的命令 你可以更改它的意思 不過前面這個應該是不行的 return這個保留字應該你不能改的 只有這種printf 等一下之後大家會再認識更多識別字這樣 你可以更改它的意義 但是建議不要這樣子 不建議這樣 這個命令是什麼意思 後面我再提到這樣 大家真的可以做的是 你自己定義的一些名字 這個identifier 它中文叫識別字 白話一點它就是一個名字 就像你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你的名字這樣子 好 接下來 還有一個要注意到的地方 你要幫一個記憶體取名字呢 你也要注意到一些規則 以下就是這些規則 大家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有個範例讓大家看一下 哪一個是合法的 你不能亂取 你會發現如果一個東西叫大家亂取 就會爆發了這樣 你就沒辦法管了 所以它有一個既定的規則 你要取名字呢 譬如說你要儲存在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總是要給它一個名字 取名字呢 那個英文只能夠由英文字母 這個數字跟特殊符號 特殊符號只有一種可以用 就是下底線 underscore 你不能幫它 心血來要取個心號 取個驚嘆號 取個金錢號 這些都不行 只有下底線才可以 等一下有個例子給大家看 第二個呢 這個名字一定不可以用數字做開頭 一定不可以用數字做開頭 譬如說這個名字 你不能取名叫做什麼 1abc 2abc 這樣都不行 不可以用數字做開頭 這樣 後面兩個就比較了解了 保留字跟剛剛提到標準的那個名字 printf 這個是不能夠用的 所以這兩個還滿容易的 記住這兩個就好了 英文數字下底線 然後不要用數字做開頭 好 練習 這裡有五個 你們覺得這五個哪一些是合法的 這邊有複選啊 不用擔心 這跟高中聯考不一樣 複選 答錯不會倒扣 就是有分跟美分而已這樣 這五個根據剛剛所教的 你可以回去看 你背起來沒有關係 你回去看剛剛教的那個規則 這五個哪一些是合法的 哪一些是 哪一些是合法的 或者是一全部都是合法的 這樣子 給大家想個一分鐘 然後 先確實看 下一頁 應該這頁結束應該就是那個線上練習 線上練習 我們等一下 中途下課回來再做好了 這五個 A B C D E 等下 大家跟我講答案是 A B C D E的哪一個 還是你覺得 就是答案是1呢 五個都合法這樣子 順便複習一下 這樣你應該會有印象 剛剛有四個規則 有前面兩個規則是非常重要的 再給大家十秒 那我就要下去巡遊一下 這個叫走動式的管理這樣子 因為這邊有很多管理學院 也要跟大家請教一下 所謂真正的走動式管理到底是什麼 我常常會聽到這個名詞這樣子 上課老師要走來走去的話 就會賦予他一個新的名詞 就是走動式的管理 其實那如果是管理學院來修課 我還滿期待大家最後期末專題 你做的東西是 可能管理學院好像滿常是做案例探討 你真的什麼公司的什麼案例 然後拿來做分析 如果那個期末你可以把它拿來 用程式來看 我覺得我會滿有興趣聽 到底程式對於管理 資管啊 然後這些管理相關的器管啊 有什麼幫助這樣子 好 我要下去喔 APCD一樣喔 它只有一個答案而已 就APCD五個選一個這樣子 我剛剛走過這邊了 都這邊 都快走過了 好 換這邊 覺得答案是什麼 B喔 B 1跟4是對的 為什麼 應該說其他三個為什麼錯這樣子 2為什麼錯 2它不是那個相關 很槓很好 3欸 3的話它不是那個特殊支援 好 5呢 很好 叫什麼名字 林奕鴻 林奕鴻 好 那我們給奕鴻一個很大的掌聲 好 記住喔 這答案是這樣喔 依次喔 原因 剛剛奕鴻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這樣子 不要太激動 等一下會有搶答喔 但是答案的 上次大家也玩過嘛 選項可能會是會變的這樣子 仔細看一下題目 先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 10點21的時候回來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大家臉書 好 收一下 沒關係 那外面的同學如果吃完了 就可以進來了 這樣 好 所以看起來時間差不多了 繼續來跟大家介紹接下來的部分這樣 看起來好像大家 只要是早上的課都會蠻累的 會看很多同學都趴著就睡著 我先問一下你們下午是什麼課 服務喔 服務喔 服務的作業會不會很重 因為通常之前如果我是上數位系統 下午好像都是那個一個很重的課 好像不知道是微積分還是類似什麼數學的 所以同學都會說 老師其實我不是故意要睡覺的是 因為昨天熬夜寫那個作業很累這樣子 所以決定一下 服務的作業需要熬夜嗎 我看以前聽演講 好像大家都是在坐在最後面寫服務的報告 所以也許可怕你們也不覺得它值得去熬夜這樣子 所以那可能是還好這樣 那這樣我就是想辦法把這門課弄得有趣一點 應該大家就比較不會想要睡覺這樣子 不過大家 我在講 等一下那個作業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作業不會是 就是那個作業不是 不是禮拜四上課時候要教的 是禮拜六早上要教的這樣 所以你不會影響到你禮拜五的課這樣子 禮拜四課不會 就是說那個通常我都是訂禮拜六早上 意思就是說其實你可以自己運用一下你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做不完 那你還有一個週末 不是週末 就禮拜五晚上這樣 欸不是 那我應該是禮拜天早上再讓大家教就好 禮拜天早上嘛 所以你週末也可以寫這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我是怕寫那個作業 等一下你熬夜影響到你其他課 那其他課老師就會覺得很受傷這樣子 所以講一講大家都睡著了這樣 好 好 接下來 我要再講笑話給大家聽 今天講的是跟英文有關的笑話 下次可能再換用影片的方式給大家看 這個是上次看過的 好 這樣子 這個笑話是真實的案例 真實的研究生 戲上的研究生這樣 我覺得這個案例是這樣 你可以思考一下答案是什麼 這個背景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研究所的時候你一定要寫論文這樣 有的老師會要求你用英文寫你的畢業的論文 比如說有時候搞不好大學的時候有老師搞不好叫你用英文寫那個報告類似這樣子 通常他就叫研究生用英文寫論文 然後寫完之後那個老師看一看就快吐血了這樣 因為那個文法都很奇怪這樣子 然後說研究生還會翻這樣子 比如說大家的書裡面啊 他會去看pepper那個論文啊 然後就給他中翻音這樣 比如說那個table table 就是那裡面 table 他會給他寫桌子這樣子 然後就類似這樣子 研究生認為這樣 所以那個老師就很傷心啊 然後他就想說這個學生這不知道是不是哪邊不太懂 他就出了一個中翻音給他的學生 給他翻出來他看一下 這題目是這樣子的 他跑得很快 他跑得很快 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叫他學生寫這樣 然後學生想一想 嗯 快的寫完 第一個寫出來是這樣 he wrong fast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看一看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他跑得很快 然後學生 嗯不會啊 這寫的滿完美的啊 可能是我這輩子寫過最完美的一句英文吧 很難挑剔還有什麼錯 然後他說 不會啊你再看一下吧 他跑得很快 他跑得很快 喔很快 很快 他就叫個very這樣子 vary 然後我就看到之後徹底吐血 嗯 你不會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不會啊 這更完美了 連狠都幫你翻出來了 你還想要怎麼樣這樣子 我說 你要不要覺得少一個字這樣 然後跟你講好了 少一個s這樣 他跑得很快 他跑得很快 喔 他就把他改得序了這樣 老師算了算了 你還是用中文寫好了 他說你又沒規定我 那個他是男生的他還是女生的他這樣 雖然現在講這個性別怪怪的這樣 反正就總之他就有兩個 他說好 這吐血了這樣 所以這是真實的啊 所以你以後 特別是以後你要去科技公司 你要想一想 其實現在唸英文是滿有好處的這樣 因為以後去科技公司 你們的客戶有可能是印度人啊 韓國人啊 法國人啊 那你不可能用中文跟他們溝通啊 那怎麼辦這樣子 實際上 我們這門課好像沒有 可是以後你修一些必修課 以後戲上會多一些 如果大家有聽過 就是現在政府推的叫 新南向政策 換句話說 以後大家必修啊 或這些選修課 你就會看到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同學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接下來還有斯里蘭卡 泰國 所以你們可以跟他練習 用英文這樣看 而且他們口音每個都不太一樣這樣子 對 所以 讓大家笑一下這樣 下禮拜 大家可以敬請期待 還有別的 還有影片的 通常我也會從大家的Facebook上去收集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貼一些滿好笑的 或是你覺得不錯的也可以寄給我這樣 通常我都是看完之後 先笑一笑之後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這樣子 好 還是這個程式 算複習也算是銜接下面 剛剛已經介紹完這個程式的上半部 你回去寫那個作業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可以仿照這樣 這個一定要寫的 因為程式要叫你輸入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這個define的部分 看你的程式有要定義到什麼部分 然後剛剛也教完這個 integer main跟這個returning 也有教完取名字的時候 這個我還沒有教 但後面取名字 這個就是取名字 他要幫他的變數取一個名字 那個數值是會變的 我們叫它變數 也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剛剛有教到 只能是英文字母數字跟底線而已 數字不能當開頭 其他東西也可以當開頭 你也可以用底線做開頭 就是不能數字當開頭這樣 然後注意一下結尾要有分號這樣 上面以上的這些東西都沒有分號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註解 註解 註解就是為了讓看的人看得懂的 也或者是不一定是看的人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這個作業搞不好 你一開始心血來潮 這禮拜初了 你明天就寫了 那你只寫到一半 就被你的同學拉出去烤肉 或者是唱歌 你可以猜猜看 你明天寫跟 然後你接下來就沒有再寫了 可能下禮拜一才又打開 你看得懂你那時候在寫什麼嗎 有時候是看不懂的這樣 甚至你現在就已經為了期末專題在寫 你覺得在過了兩個月後 你看得懂你兩個月前寫的程式在做什麼嗎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疑慮的話 其實大部分應該是有 通常程式我們就會放註解這樣 來註解說這個程式每一段是在寫什麼這樣 所以這一次要交到那個作業請 大家務必要寫註解 要不然你會被扣很多分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註解 像這個就是註解 我要講的就是這一個 針對你覺得有需要補充的部分 盡量的做補充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扣 我現在寫得很完美 就完全不用補充 你要思考看看說 這個可能以後 這段我寫得比較特殊 可能是我別出心裁的一種寫法 但可能我過了三天之後 我就看不懂了 所以我要把它註解起來這樣 譬如說這個程式 可能你以後就忘了它在做什麼 所以它一開始有個註解說 這個程式就是把英理轉成公理這樣子 注意一下那個註解可以寫中文的這樣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以寫中文的註解 但如果你想要練習英文 也是滿鼓勵的這樣子 但是中間這個一定是要英文的 這個還沒有中文的這樣子 上面這個註解你可以寫 只要是註解可以寫中文 註解呢 基本上它的標準的形式就是 以一個斜線星號做開頭 星號斜線做結尾 中間沒有空格 中間沒有空格 我注意一下 譬如說像這個也是個註解 斜線星號做開頭 星號斜線做結尾 斜線跟星號中間沒有空格 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會先講這個註解 接下來我會講變數的宣告 剛剛已經講完取名字了 接下來要講的是它前面的這個 這個每一個變數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資料 像上禮拜我叫大家猜 我心裡在想什麼數字 我總是要先跟你講 這個數字是整數還是小數 是正數還是負數 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需要跟我宣告完一個 就是儲存 用來儲存資料的空間之後 我需要跟電腦講 這是一個正數還是負數 整數還是小數 所以像這個double 等一下大家也看到 就是個小數這樣子 因為這邊輸入的 上次給大家看那個範例 它會輸入譬如說72.13mile 轉成公里也是一個小數 因為它乘上的這個係數 基本上就是個小數 所以這個單元其實蠻簡單的 你只要知道 你要輸入到底是整數跟小數就好了 比較複雜的後面再來講這樣子 註解 用這個做開頭 用這個做結尾這樣子 像這樣子這個樣子 然後注意下一個東西就是 註解是可以跨行的 譬如說 雖然這邊看到的都是一行 但實際上你可以這邊 按個enter讓它跨下去也沒關係 那個註解是看 任這個斜線心號 開頭 心號斜線結尾 如果你的註解真的太長 跨行是ok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大家學過一點程式的話 你可能也會聽過說 註解可以用兩個斜線就好 就是也不要斜線心號 心號斜線 如果是兩個斜線 就是只有在這個的最前面 兩個斜線 它就沒有結尾了 所以如果是那一個的話 它有個限制 它就不能跨行 所以我現在教的話 我都是跟大家講這個而已這樣子 這樣就最保險了 你就不會有擔心 能不能跨行的問題這樣 你有興趣可以再去查另外一種標註解方式 兩個斜線 就這樣而已這樣子 所以標準 應該說就是如果你要比較通用的話 就是斜線心號 心號斜線 然後寫一下說 這一行譬如說這個程式是在做什麼 這個宣告是在做什麼這樣 這邊有個註解 注意一下這次的作業要請大家寫註解喔 就是那個是評分的一個重點這樣子 好 這個是提醒大家一下的 就是寫程式如果你要自己看得懂 或是別人要看得懂 有兩個要注意到的地方 第一個呢善用那個空格這樣子 善用縮排 善用縮排 它可以讓你的code看起來更好懂這樣 譬如說像這樣子 再趁這個機會補充一個東西 如果你的這個main function裡面有不只一行的描述 我們就會用大瓜糊 來把它用左大瓜糊做開頭 右大瓜糊做結尾 好再講一次 如果你的main function裡面有不只一行的描述的話 用左大瓜糊開頭 右大瓜糊結尾 實際上簡單一點 反正你要寫一個什麼東西 你就是用大瓜糊開頭 大瓜糊結尾這樣就最保險 即使你只是要寫一行這樣子 好 那我剛剛講的東西就是說 誒 往這講到哪一個路段 這個 縮排啊 像這個就是往內縮這樣子 就是本來這個double 你也可以跟它對齊 但是你可以 大家可以幫我發揮想像力一下 如果這些東西全部都往左對齊 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這些東西往左對齊 你就會覺得很亂 為什麼很亂呢 因為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是包覆在這個區塊裡面的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區塊 左大瓜糊跟右大瓜糊 這樣子是一個區塊這樣 如果你把它縮排的話 看起來這個東西就很像在那個區塊裡面 比較好讀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也許有的同學 可能像你可能跟我一樣 也許是處女座的這樣 你可能到時候排版會排非常漂亮這樣子 說每一行字到底要控幾格 有的人很注重 說這個要控三格 什麼東西要控六格 什麼之類的這樣 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排得很漂亮 那個排出來的結果 通常是跟你的作業系統走的這樣 也就是說 你可能在Windows上排很漂亮 如果你拿去 你同學是用Mate